马太福音 第21章 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期 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 还有驴居同在一处 你们解开 迁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 这事成就 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居子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牵了驴和驴居来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了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 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岁的众人喊着说 耶稣进了神的殿 赶出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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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做买卖的人 推到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 在殿里有虾子 瘸子 到耶稣跟前 他就治好了他们 祭司长和文士 看见耶稣所行的骑士 又见小孩子 在殿里喊着说 我三啊 归于大魏的子孙 就甚恼怒 对他说 这些人所说的 你听见了吗 耶稣说 是的 经上说 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了赞美的话 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 出城到博大泥去 在那里住宿 早晨回城的时候 他饿了 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 就走到跟前 在树上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你永不接果子 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门徒看见了 便稀奇说 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不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耶稣进了殿 正教训人的时候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若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对我们说 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我们又怕百姓 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来对大儿子说 我儿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他回答说 我不去 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 他回答说 父啊 我去 他却不去 你们想 这两个儿子 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 他们说 大儿子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 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因为约翰遵征义录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不信他 税吏和娼妓倒信他 你们看见了 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 有个家主 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笆 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 租给园户 就往外国去了 收果子的时候 进来 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园户拿住仆人 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 用石头打死一个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 比先前更多 袁护还是照样带他们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 意思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 袁护看见他儿子 就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占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 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园主来的时候 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 他们说 要下毒手 除灭那些恶人 将葡萄园 令租给那按着石后 浇果子的园户 耶稣说 经上写着 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谁掉在这石头上 必要跌碎 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听见他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他们想要捉拿他 只是怕众人 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